你相信龙真的存在吗 我们在天坑底部近发现了拳头大的牙齿 骨架之大可容纳多个成人身躯 此次的重大发现已上报告知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探索发现埋葬万年的史全巨兽 这应该是一根羊的内骨 羊骨头 羊骨头 你画我吧 羊排 这是什么 看我有一根骨头 看这个水 哎 鱼石 火箭 方改石啊 这是方改石 嗯 这造型 沟后纵横 有点那个沙漠玫瑰的那种感觉 我们继续向冬到牲畜前去 哎 挺沉睡的 你看这个像个一个骨架 然后这个 嗯 往两边走 它就是那个小老鼠在这个西林里面 踩过之后 然后踩这个经常跑的一条路 这里发现了 有脚印 这个是百富巨蜀的 经常跑的一条 那个寿静 我说寿静大家不动 哦 这里有人可以站起来了 哎呦 下面是个大洞枪哦 很大个洞枪这边 洞枪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哦 哦 下来 有人吗 好大洞枪 哦 这好几层的 看这个上面的水晶灯 好漂亮 有龙吗 有牛吗 有牛吗 有 我来到洞到第二层 洞枪太大了吧 我们前面又是个大厅 那个应该是第三层 诶 这是什么 这像个脚印啊 跑哥有脚印 快过来 这倒是传说中的溪流脚印吗 这是溪流死吧 有点像溪流粑粑 这个洞天层高差不多是五米左右 拿着在这边发现了这个消水垂缝 这个明显要宽阔一点 好大的垂缝 好大的垂缝 哦 那难道就是从这里下去了吗 看有没有龙爪印 没看到龙爪印 没看到龙爪印 那继续前进 那这条垂缝可以下去 可以看到这个垂缝 它是好像上面的山体 跟下面的山体 形成了崩裂 人是不能站直的 火面上前 厉害了 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扁霞裂缝中有个相对来说比较圆的这样一个空间 如果是有龙的话 它应该是能够存在在这个裂缝里面 那么龙的牙齿到底是真是假的 怎么还需要继续探索 有个竖井 有个竖井刨高 应该叫吊坎 有个吊坎 这不高吗 不高 三米高 那徒手下吧 徒手下 所有人都下来了 下来之后呢 这里是一条地下岸河 地下岸河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据说这个岸河里面就能看到龙齿 这个不是 这个上面的空间还挺大的 好 新牛角 放置放置 新牛角 我看一下看一下 龙虎龙虎龙虎 这是龙虎 千万不要去动它 这个已经完全石化了 就在这个岸河的两边 现在我们在向着这个地下岸河的上游前进 越走越上游 这真的是浓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洞道 差不多只有一米二高 左右的宽度差不多不过两米 所有人都必须 全说要生糕 我走 有龙 有什么龙 满龙 这个洞顶上面像龙脊一样 有可能他们说它有龙的骨头 还真的有这回事 这个洞道非常扁下 要这样半蹲着才能够 对你这个身高非常不友好 对啊 我这个骨头太大了 糟糕 哎呀 好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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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这个黑鞋头啊 也搞得疼得抵不住 啊 螃蟹一样 爪八个呀 哎呀 还能这么走呀 哎呀 好累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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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过来了 过来了 我过来了 天呐 我过来了 我要往旁边 那不用 哎呀终于过来了 哎呀这上面 好窄啊 这时候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这里面冬道会不会变高大了 来 火门什么情况 前面很宽敞 很宽敞 前面很宽敞 前面很宽敞 哦 可以看到 这边的空间变大了 这是豁然开朗了 那这里面会发现龙齿吗 龙牙啊 说了龙牙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河道里面 河道里面会有怎样的发现 哦 有龙牙 哎 哎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就是 牙齿 我们要沿着岸河找一下 我们 此次就是单纯的拍摄啊 不会去动它 啊 单纯的拍摄 那里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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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去看一下吗 哇 这里 哇 这个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这个 哇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哈 哇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牙齿 难道真的是龙牙吗 这个非常的大 嗯 看来这一次这个老年人没有撒谎 这个有可能真的是龙牙齿 嗯 它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这么深的洞道里面呢 啊 啊 这上面也有吗 没有 上面 这里还有骨海的画石 对不对 是骨头 我们不要去动它 这里还有一大梗 看这个骨头多粗重啊 这一整根都是哈 难道真的会有神龙的存在吗 我们 这里面去看一下 哇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看这个 有这么长 埋在桶里的还有 对 只有可能有一米多长 肉在外面呢 就有这么长 天哪 天哪 太神奇了 哇塞 还有这种小的 以后我们现在会不会是在龙的肚子里面 有可能 那个里面也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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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哇这一整块都是骨头 哪一整块 哇你脚下这个就是吗 看这个骨架 有多大 这一整块都是骨头看到没 我的天哪 这是头骨吧 看这有多大你看 你看 这一根 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它是骨头 看到没 那么这一整块都是骨头 这一整块 以后它有多大 看这个 洁白如玉啊 洁白如玉 洁白如玉 哎呀 这是很大的一颗石头 来 我没有去动它 我没有去动它 哇 被水流冲刷出来的 好漂亮啊 好润啊 好润啊 特别的润 对啊 这里好大一颗啊 炮哥 看到没有 这里这里这里还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全部是 哇天哪 这里全部都是 龙骨就是孤生物 华士都称为龙骨 哇 这也是 哇 看这一块 看这个骨质 这好像是大腿 琵琶骨 琵琶骨 嗯 我们看这个骨质都看得非常清晰 这一整块都是哈 看这个比例 你说光骨架就这么大的话 这个动物究竟有多大呢 不得而知 我们 好像有几吨重哦 有可能 这有可能真的是神龙啊 这个上面 这全是骨头 嗯 还有这个里面 哇 天哪 哇 这是一个坛塌区 很深哈 再在这个上面看一下 还有没有所发现 上层的东道到了这里 就到了尽头 比如说 这个 龙鸭 它主要是集中在 我们脚下踩的这个泥土里面 这个希望 相关部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能够对这里加以保护 然后 为我们 解答疑问 这究竟是什么古生物化石 我们一颗都没有动它 因为保护古生物化石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时候我们看完了龙鸭了 就准备往回撤了 这个洞到了 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发现其他的洞道 这里呢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中入石旗 石蔓 这都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希望有关部门看到了之后呢 联系我们 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拜拜